活动只剪彩没致辞 媒体上前追问景气是不是持续看坏 张勇发不多说 前几天来大胆预估景气要到2012年才好转 还说对马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效率很不满意 上午没多谈 下午长荣却发了一封声明稿说明 要放弃大力推动的中立子线癌症治疗计划 并对政府决定不通过的结果深表遗憾 其实为了这个癌症研究所 张荣发在2007年12月宣布后就投入了65亿资金 要在长荣细纸货柜厂盖医院 现在却碍于国内医疗制度和法规必须放弃 不过尴尬的是7月时 副总统萧万长和张荣发会面时 却是大力赞成这个计划 治疗技术它涉及到多学员的活动 需要许多相关产业的配合 使台湾可以成为亚洲医疗中心 来跨出重要的一步 政府也会尽全力的来支持 当初副总统嘴里大力推荐的重粒子技术 能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中心的一大突破 现在却因为法规 65亿的资金和计划全都得放弃 张荣发也批评 先进国家都愿意大力支持 但我国却因为制度跟法规 现实无法实施 深表遗憾 让张总裁对马政府再次很失望 真新闻 崇文房无庭 还被不劳